我帮大家倒回去当年 这是二十二年前 然后我们讲 当时佼佼跟小S 是在谈恋爱的状况 大小S当时也蛮红的 是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你想想看 我帮大家回到那个场景 周刊的封面是说 他们是在一个山上 杨明山的山上 很大的豪宅 这些人有在里面开一个 其实他们很精准的形容 没有说要或赌 没有 我再三强调 再三强调 因为这是无罪推论 他就说这些人 在里面玩得很嗨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他们是在屋子里面 你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因为他这个豪宅很大 所以他们有走到院子外面 我如果没有记住 是一个游泳池 然后你知道吗 party嘛就是 然后周刊用比较隐晦的方式 说当天在那个里面参与的艺人 嘴上有咬着奶嘴 好有咬着奶嘴 你都几岁了 咬奶嘴不要很单纯的想说没戒奶嘴 不是 二十多年前呢 有一些年轻人 会在夜店使用摇头丸 摇头丸 根据他们的说法 我不是读物专家 他在用的时候 会容易嘴巴会这样子 容易咬到舌头 所以必须塞一个东西进去 避免咬到 所以那个年代 有很多人去夜店 就发现一堆年轻人 在那边 蹦蹦 蹦低的时候 这里就咬着这个东西 很突兀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他干啥了 好就是这样 那我话说回来 当年的这个派对 我已经讲了 佼佼有一点说错了 虽然派对是真的 当年他们去韩国找 聚俊叶也是真的 好我们先讲这个派对 他都说 那这些人都过了 为什么意思说都没有受到惩罚 没有哦 今天文倩不是写了一篇文章 阿雅当年因为刹兵母 非常红 因为刹兵母 当时在小学的时候 运动会都要 你们都忘了 好我年纪大 记得记得 因为前一阵子 猴豆流行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 很红啦 真的吗 如果他是小孩的偶像 你如果在那个地方被拍到 不论怎么影射 你就是荡道谷底 所以为什么后来他去修佛 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他的作品 而且他后来都去参与的是舞台剧 所以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要说影响 我要精准点讲 不是说惩罚 是影响 有没有 有 有些人说 对小孩子没有影响 当然有啊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他姐姐还救援他 要不然那整个形象是重创的 那但是呢 很多人就说 这个后来周刊还赔了快一千万之类的 其实他们就输在一个什么地方 是因为那个豪宅延伸出去的游泳池 属于私人领域 所以记者是不可以这样拍的 可是周刊的解释是说 没有啊 我就是因为我站在围墙外 我是这样子举手 我就拍得到 所以周刊认为 那个是公领域 但里面人说那是私领域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啦 反正当时这个派对 你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要问我许生妹说 有或没有 这比那个姓贾的还难 应该是说当年 真会出人命 他们当时 因为陈怡有发 有说了 他说那时候小孩子 因为证明自己 告了周刊 妨碍秘密罪 胜诉嘛 对不对 但是我想提一个疑问 第一 有关毒这件事 或药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交交第一个讲了 对不对 为什么张兰 汪小飞三不五十都讲 虽然年杰刚说 他们两个没什么信用 好 可是 可是你要知道 汪小飞是谁 是大S的前夫 张兰是谁 张兰是大S的前婆婆 所以他们不是路人 他们是曾经跟大S 还蛮熟悉的人 他们跟小S熟不熟悉 也熟悉 是第一件事情 那你去想 那有些事情要留钩子 我真的不能替你解答 然后再来 黄子娇跟小S 应该是说生活跟谈恋爱了四年 四年 会去刺青 然后好的这样子 他会编这个事情吗 好 但是我如果这样讲 很多网友也会问说 你许臣美声说人家怎样 问题是 现在就是一番两个言 就是有一个人说谎 要不然就是有一个人编故事 脑筋清楚 应该都知道吧 都知道吧 但是 因为有人已经发纯正信函 所以我们讲话还是要小心一点